金融危机期间的流动性操作 面对2007年8月开始的大范围金融市场混乱 各国央行扩大了流动性操作 积极部署资产负债表 以解决所有三种类型的流动性短缺问题 虽然当前危机的内在原因 可能根源于协调失败和信息不对称 因此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问题的规模和范围 要求一些国家采取明显前所未有的措施 特别是由于机构已经开始依赖基于市场的负债来源 弥补资金流动性损失 现在需要大规模干预 相对于正常时期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言 本节从央行捞了职能的表度 概述了央行行动的主旨 自2007年秋季以来 各国央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 都可以被视为直接或间接解决三种类型的流动性短缺中的至少一种 在解决央行流动性短缺问题方面 重点是适应储备需求的更大不稳定缓解分配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通过改变在常规计划之外 进行的业务的规模和频率来解决 并已比平时更大的金额扩大了交易对手的数量和类型 并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范围 抵押品这些干预措施的一个关键目标 是遏制市场利率与官方政策立场的偏差 由于特定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严重短缺 各国央行已向各种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贷款援助 例如 这涉及到英格兰银行向北延银行提供信贷 美联储对贝尔斯登 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的支持 以及瑞士国家银行为从瑞银转移不良资产提供的融资 这些行动是与财政当局共同采取的 总体结构是为了将中央银行的金融风险降至最低 最后 旨在缓解资金和市场流动性系统性短缺的努力 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首先 各国央行试图确保关键金融机构获得支持流动性 这反映在美联储PDCF的创建中 该基金为一级交易商建立了隔夜融资 其次 通过延长在融资操作的到期日 以及建立央行间调期额度 努力为定期融资的可用性提供更大的保证 以确保主要美元资金在离岸市场的可用性 第三 政策制定者努力提供高质量的证券 通常是主权证券 以换取质量较低流动性较低的证券 从而鼓励后者的交易 例如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建立了贷款机制 以换取流动性较低的市场证券 第四 采取了一些举措 旨在确保在特定金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向非银行提供信贷 美联储通过CPFF和TELF提供信贷 直接购买主要政府机构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以及日本银行直接购买商业票据 都是这种方法的例子 在过去的16个月里 央行的行动通过两个主要阶段涵盖了这一广泛领域 在第一阶段至2008年9月中旬 央行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组成 同时保持总体规模基本不便 做出了努力 随着雷曼兄弟倒闭后危机的加剧 中央银行的运营进入了第二阶段 包括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快速扩张 特别是随着各国央行加大了支持市场运作的力度和范围 并提供了更大的紧急贷款援助 其资产负债表资产方面的抵消业务受到限制 有必要扩大负债方面的准备金消耗工具的能力 2008年秋季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资产在几周内翻了一番多 而欧洲央行的资产增长了30%以上 就美联储而言 资产的增长是由更大规模的长期业务 新的贷款机制以及与其他央行的美元互换推动的 对于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来说 扩张主要是由回购和拍卖美元流动性推动的 在负债方面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容量的增加来自银行准备金和财政部账户的一次性注入 对于欧洲央行来说 主要的抵消工具是存款便利 而英格兰银行越来越依赖于央行票据的发行 135年前 Walter Pagehart写道 为了保持银行业的恐慌 已提供储备的银行必须向公众自由而积极地推进 2 这些贷款只能以非常高的利率发放 3 按照这个速度 所有好的银行证券都应该获得这些预付款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要求的 根据这些基本原则 中央银行得出了最后贷款人的理论 但白之号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不仅没有汽车 飞机或电脑 而且很少有少于20家的央行 而今天有170多家 由于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白之号19世纪的学说是否仍然适用 在本文中 我们认为BitchHot对最后贷款人的观点需要修改 随着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中央银行作用的各个方面也越来越复杂 继BitchHot开创的道路之后 我们通过确定现代金融体系中可能发生的三种类型的流动性短缺来完善 Lower理论 一央行流动性短缺 二特定机构的融资流动性严重短缺 以及三融资和市场流动性系统性短缺 我们的分析使我们得出结论 央行Lower支持的适当原则 必须以特定类型的流动性短缺为条件 正在发生 例如当面临央行流动性的简单短缺时 BitchHot的格言试用 相比之下 系统性事件几乎肯定需要以与市场利率相比的有效补贴利率 进行贷款 同时获得质量可疑的抵押品 同样 在未来Lower政策的潜在应用中对沟通政策的任何讨论 例如建设性歧义的可取性 都必须与特定类型的流动性短缺联系起来 因此 例如 尽管在特定机构的流动性严重短缺的情况下 获得央行流动性的模糊性可能是对抗道德风险的重要力量 但在处理央行流动性普遍短缺或处于系统性危机中时 这可能会适得其反 就早些时候概述的关于Lower贷款适当形式的辩论而言 当前的危机非常清楚地表明 只有公开市场操作才能满足基本健全银行的流动性需求的论点是有缺陷的 因为货币市场本身可能无法正常运作 鉴于金融体系的最新发展 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 中央银行更必须为两者同时遇到问题的情况做好准备